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胡人以120比102击败火箭,安东尼·戴维斯效率太高。 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,克里斯蒂安·伍德VS·安东尼·戴维斯。 在这场比赛之前,伍德就宣战了安东尼·戴维斯。 他专门在媒体面前,透露自己将与安东尼·戴维斯的对位画上了日程表。 他十分期待与安东尼·戴维斯的交手。 他在这场比赛之前,场均拿下23.3分,10.8篮板1.3助攻,一抢断二盖茂。 命中率55%,他感觉自己已经跟AD一样优秀了。 他甚至对自己小AD的称号感到一丝不满。 他真的要击败农眉吗?他能达到AD的级别吗? 这场比赛就让他回归了现实。 首节开场伍德,就被安东尼·戴维斯与勒布朗·詹姆斯制造犯规。 短短两分钟,就因为两次犯规,只能下场休息。 他在场球队,竞负15分。 他下场后,火箭追到只差4分。 首节伍德,只有2分2犯规进账,而且是3中1。 安东尼·戴维斯呢,背身单打伍德,篮下,强吃伍德。 单节6分钟,4中4,拿下8分一篮板,一盖茂,求伍德的心理阴影。 第二节的安东尼·戴维斯,更是挡不住。 外界不是说这个赛季,我打得不够努力吗? 那我就认真打打,9分钟4中4,罚球6中。 5拿下13分,一篮板,一助攻,二盖茂,攻防一体,帮助球队领先19分。 而伍德9分钟6中2,3分3中0只拿下4分2篮板,一助攻一盖茂,进攻端下到3秒区,都困难。 半场AD8中8拿下,21分2篮板一助攻,伍德这,自取其辱实锤浪。 第三节胡人,领先到27分后防守开始松懈,这才让伍德,得到了一些机会。 第三节单节5中4,3分1中,一拿下10分,胡人习惯性,第三节断电又来了。 三节打完伍德,14中7,3分5中一拿下,16分2篮板,一助攻一盖茂。 戴维斯第三节2中,拿下4分1篮板,三节10中9拿下25分,三篮板一助攻。 末节开场ID面对伍德篮下勾手制造犯规,伍德三次出手,仅命中一个,伍德又吃个饼后,得分来到20加。 连续7场比赛,拿下20加是未参加选秀的球员,93至94赛季,已来第一位。 伍德创造了一个记录,因为分差太大瞻眉,都已经下场休息了。 全场比赛,戴维斯30分钟,12中9,拿下27分4篮板,一助攻三盖茂。 命中率,75%,伍德32分钟,20中时,三分五中一,拿下23分三助攻,一助攻一盖茂。 命中率,50%,文言小白。 N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